1299 問友邦 他說為什麼會轉弱 他是91元有貨的 請問你怎麼看 因為自從環球的息率上升 本身可能有利 但他可能對於業務來說 經濟比較差之後 尤其以往衝勁他入中國 成為一個好動力 這件事衝勁沒有了 其次就是他本身來說 可能有一些債券持有的價值 可能都造成一些供應值的損失 所以可能對於友邦來說 暫時的氣氛來說 就叫做偏向審慎 但是除非整個亞洲區經濟 有些回升的跡象 可能會給他一個上升的動力 但暫時中國這個龍頭 都是比較審慎之下 其實真的要去有一個比較明顯一些 或者一個比較英俊的中長城星目來說 暫時股價未必會有 可能會比較矮的環走勢